谁的钱,谁给我,我们怎么的,是骗了你有一分吗?连手续费都给了你了,你讲一讲,哇哟,怎么了,是吧,所以我们站在这,每次坐在这的时候,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,我们坦荡,我们没啥好去担心的,对吧,你们编不出来我任何的东西构陷我,而且还有的就讲实话,在酒桌上的,在人际交往当中,在生活当中,你们都弄不出我任何有什么,好像让你们感觉,你看,说的跟做的不一样,有吗,但凡我是这样,我能这么坦荡的, 出来去灭亡,就像,我不打假球,我不卖主球容,我没有任何,说去违背良心,危害行业,危害别人,危害这个世界,危害人的事情,我没干了,所以我坦荡,对吧,我们什么都没干,没危害任何的人,不是现在,是一直以来,在共产党体制里面,我们就是这样的人,因为你不是这样,你到不了今天,你在这个过程当中,你就自己就走向另一条道路,对吧,因为你十岁就在八队,你最小,完了最后成为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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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最好的球员,完了最后,你想想,那在这, 这个过程当中,我如果但凡心坏着,我是不是得欺负人,是不是得操纵点什么,对吧,我在大连转回大连万家以后,你们这帮孙子,郝海东33岁,就是副主教练,主教练兼队员,我是踢着球,当主教练的,全中国没有,文宝,这帮私人现在,什么,这个,郝海东踢球的时候,就已经带队了,那当时,徐红,李明,什么这些张文化不都在吗,我是唯一一个外地人,不是大连人,一样是我, 有没有,有没有全世界主教练,柯萨都会给副主教练,柯萨一走,柯萨一走,柯萨一走,主教练前队员,我是边机的时候,边这个布置战术,边布置这个整个的训练的,对吧,有吗,有吗,中共里面,你们这些,韦德里面,你们这些孙子,嗯,